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英文的关键性力量 首先你必须要去看的是 这是在7月4号登场 两岸的双城论坛 柯文哲跟身为上海市长应勇 他们都提到两岸一家亲 台北跟上海论坛在登场同时 这是金山假日酒店 因为两个人在开幕致辞时 提到了双城论坛十年有成 应勇特别强调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那柯文哲是这样说 再度提到五个互相 只得是 只要有利于增进双方人民福祉 有利于推动两岸的关系 和平发展 身为台北市长的他 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但双方这一次 没有提到九二共事了 而今年双城论坛里头 创新合作未来 这四个部分的论坛 那么韩国的范围 当然非常非常广 这里头有科技啦 有文化啦 包括智慧城市等等 但是呢 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柯文哲 他这一趟呢 在上海当中 他走访了长家三角洲的 昆山跟阳山港 因为他可能会参与2020的总统大选 所以这次中国的一言一行 被放大去检视 为什么 他在上海当中到昆山去参访 华东台商子女学校 跟当地的台商展开了座谈 那有人说 这完全是超越双城论坛 不是单纯的城市之间的交流了 那也有人说 其实双城论坛当中很明显 一直是在拉抬柯文哲的声势 于是有熟悉整个状况的 两岸的分析的人士 他们就认为 柯文哲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所提出 两岸事务不是外交关系 不是国际关系 而是一个专属定位的两岸关系 柯文哲的通关密语 真的获得国台办的高度赞赏吗 而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纷纷撤销前往海峡论坛的申请之后 他仍然执意派出副市长邓家基代表去前往 这真的都是为了要获得双城论坛的入场券吗 好 当然也会记得刘洁一的 那问题是 我们接下来来看 这是张于少老师 他要特别去看的是 如果三保险在中国方面 有韩国瑜 郭台铭跟柯文哲 那三保险同步在进行 同时 如果真的透过鼓励柯文哲出马竞选 可以有效去牵制绿营的话 这对于国民党任何一个候选人来说 真的是一大的利多 目前被认为 北京的目标只有一个 拉下民进党的蔡英文 所以呢 张于少老师特别提到 柯文哲是不是忽略了黑天鹅效应 什么叫做黑天鹅效应 黑天鹅效应指的是不可能发生 但实际上却又发生的事情 一般人们叫做黑天鹅 三大的特性 这个事件呢 其实是在于 他的一个所谓 他在一般的期望范围之外 过去的经验让人家说 不相信 结果最后还是发生了 带来极大的冲击 那黑天鹅这个命名 当然要来自于 17世纪之前的一个典故 欧洲人在那个时候都认为说 世界上这个天鹅都是白色的 那因为呢 他们所见过的天鹅 全部都是白天鹅 直到欧洲人来到了澳大利亚 看到当地的黑天鹅之后 才惊绝 原来天鹅不全然都是白色的 所以呢 这时候就是以黑天鹅来指代 来指代说那些不可能发生事 最后偏偏发生了 这个叫做黑天鹅效应 那接下来呢 而张宇小老师解释说 柯文哲也忽略了黑犀牛效应 那什么叫做黑犀牛效应呢 黑犀牛效应是 如果你在草地当中发现 远远有一处灰犀牛朝着你跑 但是你又以为犀牛身体是非常笨重 行动非常缓慢 不当一回事 结果等到他们快跑到你面前 你才惊觉 为什么犀牛跑得这么快 这时候你要闪躲 要躲避根本来不及的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行软 在过去重大的危机当中 事实上在爆发之前 都有明显的征兆 但是往往大家抱着侥幸 甚至傲慢的心态 去看待这些征兆 直到危机爆发之后 竟然都来不及了 因为你视而不见 来听听看张宇小老师 怎么看待柯文哲 在这场2020总统大选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 你怎么看柯文哲 在这场2020总统大选 所扮演的角色 尤其双车论坛 再度重提两岸一家亲 跟五个互相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柯文哲 在这一场2020总统大选 所扮演的角色 尤其双车论坛 再度重提两岸一家亲 跟五个互相 你怎么看 虽不满意 勉强可以接受的四家方案 所以他就讲出了通关密语 叫一五新观点 两岸一家亲 对于九二共识 我是可以谅解的 如果在他第一任的时候 勉强可以过关的地方是 背后称的是所谓柯文哲 所诉求的白色力量 跟公民社会 可是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柯文哲 没有预料到灰犀牛 跟黑天鹅的事件 不断发生 首先他没有料到 美中经贸大战 会不断的加温 他更没有料到 香港会发生反送中 所以彼时讲这句话 我认为柯文哲没有变 这个角色从来没有变过 但是当现状的形势 发生变化的时候 大家就会来做比较 比如说你讲两岸一家亲 有些人听起来 怎么叫做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呢 你说两岸要和平五个互相 这个和平听起来很刺恶 怎么听起来好像是 要成为一家亲 他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概念呢 也许他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他的民调 为什么往下倒呢 因为你力士操作嘛 从今天以来 小英总统捡到枪 为什么 我也在本节目讲话 蔡英文总统和国安 跟两岸论数也没有变嘛 但是呢 政治人物啊 大概做检证 蔡英文没有变 刚好符合这样的潮流 你柯文哲没有变 根本违反这个潮流嘛 更何况柯文哲 逆时操作来做什么呢 他不断把加害者跟被害者的角色颠倒 好像台湾才是改变现状的麻烦制造者 好像中国是暗要和平的 各位听众我们要了解 和平啊在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要的和平是什么 我意图改变现状的时候 大家不要打扰我 我改变现状的时候呢 我就是王道 我有道理追求中国梦 我有理想去追求一带一路 我要改变南海现状 变成是中国的 在我改变这个现状过程之中 包含两岸关系的部分呢 对不起 你不要影响我 这是北京所谓的和平 那我们要的和平是什么 不就捍卫我们自己的 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跟制度吗 那我觉得柯文哲都在打 模糊跟混淆 他不敢说清楚 不敢说清楚 大概就会检测你 就我刚才所说的 你说的两岸一家亲 怎么我听起来叫做 中国人不打中国 这不是郭台铭讲的话 这不是北京讲的话吗 最后一点 他不小心昨天说的那件事情 一定会变成检测 他说什么 他说北台湾要跟长三角 做国家战略的经济融合 各位好朋友各位听 观众 这怎么好像韩国瑜 在几个月前 跑去香港澳门的时候 讲的南南合作 高雄要跟大港湾进行对接 人家经济发展 是人家国家战略 关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经济搞好就好 你为什么在 一定要在两岸一家亲的基础之上 把说北台湾 对不起啊 你柯文哲是台北市长 你能代表新北市吗 你能代表金融市吗 你能代表桃园市吗 你能代表宜兰县吗 你能代表宜兰县吗 所谓的北台湾 不是这样的概念吗 你今天去双城论台的时候 除了讲了政治的密码之外 更重要的地方是 你已经要服务他的策略嘛 这叫做北京的两岸人民经济融合 经济社会融合的策略嘛 那你说了这些东西 是说给谁听呢 显然他也不是说给台湾人民听啦 因为回来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支持者会说啊 两岸关系是假议题啊 两岸关系是假议题啊 我们在做城市交流 你做城市交流 你上升到两岸的政治定位 你上升到人家的国家战略 那我觉得是柯文哲比较聪明的地方 所以我还是要很直白讲 柯文哲没有变啊 变的是什么呢 变的是整个大环境 变的是呢 北京的对台政策 还有变的是呢 北京意图改变呢 区域两岸的现状 所以柯文哲可能没变 但是他的没有变 反而凸显出 他现在的角色是保守的 谢谢海六香区 持续锁定居零天下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了进行订阅 也不要忘了进行按赞 跟分享 我们明天同一生再会了 拜拜